雪苑在大西洋 而其中一個大的出口就是冰島 它是以赴一些大廠來做魚柳 即是建了魚柳之後 其他的頭頭尾尾包括內臟 而這個魚錶是其中一種的副成品 這也解說了它為何會是經濟 因為在廠裡已經賺了一層魚柳的舌頭 剩下來的成品可以壓縮得更便宜 雪魚魚錶的複合位 剛剛沿著魚的大骨 起的時候下刀就會一直割開 所以我們把魚膠蓋起出來 就會變成一塊 所以你看到一般很多樹魚膠 其實有些壓縮位就是骨位 其實也可以看成一件好事 因為它可以徹底在前期 給工廠那邊可以起脫絲 以及油可以刮得夠乾淨 第一是這個樹魚膠絕對不會瀉身 即是不會浸了之後便瀉了 瀉了即是溶了 加上它既有黏口的感覺 但又很緊緻 可以照顧到大陸吃花膠人的口味 這是不錯的選擇 由於樹魚膠是不瀉身 基本上每款和花膠的做法 有關係的吃法 都是很好的選擇 譬如如果薄身一點 浸發後便可以來下邊露 切一片一片 另外厚身一點可以來炆 其他煲湯更厚薄都可以 而由於前期清洗很乾淨 它沒有什麼腥味 所以用來做鮮奶蛋花膠 這絕對是一個最佳的選擇 浸樹魚膠其實是很方便的 竅門就是凍水下隔一晚 我們現在隨便選五塊 就可以入水下隔一晚 就可以浸水浸 浸到一個時間放進冰箱 浸到一個時間放進冰箱 即是滲防它有些軟味 冰箱是最好的 放在冰箱一晚便可以 好了 放在冰箱一晚了 拿出來 就是這個狀態了 浸到一晚 然後將表面剩餘下來 有些少血絲和煙清除下來 而這些竹鬚的偏向剪掉 因為裡面有機會藏了一些有油溢味的物質 不要節省就是這些 之後我們用薑蔥出水 滾它5分鐘 然後焗著它 焗多久呢 就焗到水冷了 然後我們就有這麼彈手的樹膠了